接上集,我看到画铃吻了笑草,手里的手机一下掉在了地上,听见声音笑草立即推开了画铃,转头看过来,我正慌忙弯腰剪手机,笑草上前几步,抢在我前面剪起了手机,只起身子把手机递给我。 我伸手准备接过笑草手中的手机,可是他似乎没有放手地打算,我无可奈何地抬起手说道,怎么看上这只手机了,我心想如果知道,上楼来拿笔记本会看到这一幕,那么打死我我也不会上来,不过为什么我的心里会那么难过呢,那种感觉,只有在妈妈去世的时候才有过啊。 正在我想的时候,笑草松开了手机,说道看来你是忘记了,我说什么意思,笑草露出一丝笑容,说道我的手机你上次借去玩了吧,到现在都没还给我,真让我头痛,你是放在房间里吗,我去拿吧。 我猛地瞪大眼睛心想完蛋了,我竟然忘记给他的手机充上电,然后还把壁纸换成他了,怎么办不能让他看到,于是我慌忙地回了房间,关上门之后,笑草对话林说道,以后你要是再对我做出那种恶心的动作,那么和你们的合作案我也会不管,毕竟那是我父亲的事,到时候我就算是杀了你也有可能。 话林扬起唇角说道你会爱上我的,一个月内,之后转身大步离开,接着笑草去储藏室找到备用钥匙,准备打开我的房门,而此时的我,正在屋里疯狂地找着充电器,在我准备打开手机的一刻,笑草突然出现夺过我的手机,他打开手机看到壁纸,是我偷拍他睡觉的模样,我解释道,当时以为是自己的手机才换的, 笑草和我解释刚才的事情,我对他说我们之间就到此为止吧,第二天早晨,我看到话林也穿着我们学校的校服,他看到我一笑说道,小学妹以后还请你多多关照了,我打量着话林轻声说道,在我们这上课,请问你听得懂老师讲什么吗? 话林的脸色变化了下,说道这一点不需要学妹你费心了,四月会帮我补课的,我嘴里的牛奶,扑吃一下就喷到桌上了,说道那学姐可要好好学习啊,我心想,竟然让全科零分的人给自己补课,真是好笑,来到学校,话林和相草一个班级,在自我介绍时他道大家好, 我叫话林,故乡是瑞士,但是母亲是台湾人,如你们所见,我就是韩四月的未婚妻,所以,以后女生们就尽量离四月远一点吧,否则我是会生气的啊,A班立即陷入一阵沉默,小七对着同桌夏洛特小声说道,看来接下来的日子,可有得完了,夏洛特对这一切毫不知情,顿时有些反应不过来,直直地看向韩四月, 当事者并没有想要反驳的意思,只是背靠在后座的桌子上,一脸深不可测地看向窗外,话林的一席话,正好让路过一班门口的丸子听见了,他稍加停顿,打亮了一下话林,便低下头走回了班里,老师没有把话林安排到校草旁边,这让他很不满,他伸手指向校草旁边的空位,大声说道老师,明明第二排也有个空位子, 而且我是韩四月的未婚妻,理应就坐在他旁边吧,班里再次陷入一阵死寂,有的同学干脆都屏住了呼吸,等待校草的大发雷霆, 然后依旧是一片死寂,校草还是默默地看向窗外,似乎是在想什么事情,于是班主任就把这当成了默认,话林一脸得意地,坐到校草旁边的座位上,而校草恰好在话林坐下的那一刹那,站起了身说道我上个厕所,丸子把他听到的话告诉了莫杰, 莫杰心想,他这个女二怎么开始没有戏份了,他现在又不能直接去质问话林,于是他选择来找我,想与我联手,我想都没想就拒绝了他, 我走后莫杰生气说道安静,事情可不会就这么简单结束的,我会再来找你,两天后,话林得知校草有初恋情人,他就想问我是谁,我依旧没有理他,他就设计将我关进了厕所, 当时外面的同学都在考试,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,来到了放学时间,而发现我失踪的是罗飞宇,他去问了小七,小七看着校草在校门口,而旁边还站着话林,他心里也有个底了,他并没有打算告诉校草,我失踪了,于是他们找了很久也没找到我,校草一直被话林缠着,直到吃完晚饭校草才发现我不见了, 他开车来到学校,路上校草打电话,用冰冷的语气质问话林,一开始话林并不想告诉校草,后来校草说道,我只给你最后一次机会,告诉我他在哪儿,只要你说了,我就不追究你任何责任,但如果你还是不肯承认, 那么后果就让你的老爸来承担如何,话林只好告诉校草我在四楼厕所,他快步来到四楼,门口放着一个维修中的黄色牌子,他一脚就把牌子踹开,不用想也知道,这一定是话林放在这里的,校草喊了几声没人回应, 他撬开门锁,此时的我正靠在墙上,紧闭着眼一动不动,而校草并没有把我带回韩家,只是把我放在了他的跑车上,然后自己回了家,晚上我打电话给校草,决定不想再和他有任何瓜葛了, 从他刚刚丢下我的那一刻,我就明白了,第二天上学,我答应了莫杰与他合作,莫杰听后眼睛一亮,问道你确定你没有再整我,我回答到昨天我被话林设计了,我就是想让他没有好下场,于是,我决定把话林约到图书馆实施计划,我心想非让他滚回他老家不可,欺负什么人不好偏偏欺负老娘我,这天话林来到图书馆, 他一进去门就被关上了,里面黑得伸手不见五指,他一进去就摔了个狗吃石,化林吃力地站起来,伸手想触碰周围的墙壁,却摸到一个软软的黏糊糊的东西,化林顿时心中有一股不好的预感,他用眼角余光,看到了左前方有一点点的余光,他一点点地把头转了过去,当他看到那道光亮时,吓得大叫道鬼啊, 他边跑边哭着喊四月救命,可奈何这学院隔音效果,做得真是杠杠的,他看见的那个东西,是一个发着蓝光的骷髅头,骷髅头漂浮在空中,不断朝着四周发出蓝光,周围还漂浮着幽蓝色的鬼火,而整个黑漆漆的图书馆,就剩这个骷髅头,正在散发着幽蓝的光, 场面十分的诡异,化林哭喊着,身体因为害怕而剧烈地颤抖了起来,就在这个时候,他突然感觉背后的墙壁有异样,出自本能的他扭头,在背后幽蓝的灯光下,他看到了墙壁上那白色的漆,正一点点地脱落下来,露出了底下鲜红的死字, 化林再度尖叫,躲在暗处的小七,看到化林这滑稽的样子,拼命地忍住笑声,而在小七旁边的我,看着化林这个样子,说实在的心里还是有点同情了,但是毕竟是化林先得罪我的,那么抱歉了,我安静从来不是好惹的,旁边的墨姐问道,是不是该进行下一步了,小七和我点头同意, 而此时,化林依旧不断地往后蹦跳,可是不管他怎么跳,骷髅头依旧紧紧跟在他身后,后来化林只是傻乎乎地愣在原地,突然骷髅头散发的蓝光消失,周围又陷入了黑暗之中,这时只听笑草的声音传来道,化林,你没事吧,未完待续,谢谢你看完我的影片,我们下部史莱姆故事见。